今天一早起来非常奇迹 我们居然在吐鲁番遇到了下雨 吐鲁番年蒸发3000毫米的水 只降16毫米的水 居然被我们遇上它在下雨 它一年也不下17毫米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挺厉害的 现在才8点半 相当于内地的6点半 我们准备去博物馆逛一望 据说这里的博物馆是仅次于乌鲁木齐的博物馆的新疆第二好玩的博物馆 在去博物馆之前 我们先要去吐鲁番最有名的一家烤包子店 据说那里的烤包子好吃到可以飞上天 而且每天只卖到下午3点 好几楼就不烤了 今天一大早我就去 这个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吐鲁番最好吃的烤包子店了 刚才这里排满了人 我们去停个车回来 好像他们已经烤了一炉出来 人比较少了 哇 好漂亮啊 你先去点吧 先要个十几个 说这一个人吃六七个没问题 是这样子包的啊 你看是用手摁 你看没 这多少个人烤一炉啊 大概二十个钟 大概啊 好 烤包子的大炉是在这里的 这啥水是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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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水 香 我还要在水里过一下 一人一下 还有很有美感呢 我还要在水里上 刚才那边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和火光 说是因为这个雨太大了 所以电站炸了 把我吓到了 这点小雨 不晓得一会儿还能不能去看博物馆 有点遗憾的 现在外面停电了 我们在店里领了一个取包子的号码牌 我们拍到7号了 一会儿要凭号码牌领包子 希望我前面的人不要买的太多 我们打算买15个包子 看看围了多少人 3号要了50个 我的天哪 我今天还能吃上吗 看着还是挺好看的 来吧 这个包子绝了 一咬开就有一股 孜然和洋葱混合的那种味道 扑鼻而来 还有一股热风打在脸上 而且他们家羊肉特别香 特别香 羊肉特别香 这个里面有洋葱 但是基本上吃不到洋葱的颗粒 就是它的肉馅不是团在一起的 是很散的 但是散散的很好吃 味道浓郁 它会散碎的有那种香味 不像那片那个散碎的西滑滑的 它那个馅料很干的其实 比哈密那家好吃 对的 比哈密那家好吃的肉丝 这家烤包子果然是 吐鲁饭最好吃的烤包子 这家店就只卖烤包子 所以难怪这么好吃 特别专业 这是15个剩下的最后来的 我打算和喵总一人一个分掉它 现在这个是在去往乌鲁木齐的路上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发电机 远处有一些山巒 然后更远的地方还有雪山 云和雪山接在一起 真的非常漂亮 感觉是开在一条梦中的路上 好喜欢这种有点浅蓝色的 这种梦幻的感觉 看看我们今天住车住在哪里 医院里 乌鲁木齐第二市人民医院 本来想住在旁边的新疆大学的 但是大学里面说一定要登记过才可以 对不起我们没保护好你 我都能拉得住他的 对 我不行 dla小姐 对不起 啊 一Con drei 我 喵